范伟奇曾经透露过 自从他嫁给陈建州之后 王力宏就时常来他家 一待就是好久 甚至还嘲讽他不要做情妇 再加上小S投露出来的消息 再加上两人多年的亲密合照 这个传闻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王力宏会在陈建州过瘦的时候 0点发一张贺卡 在合照中 他的手指在陈建州看上去很是亲近 当初李静磊的生日 王力宏就是让陈建州帮他准备的 照片上王力宏旁边就是陈建州 甚至手搬手 王力宏生了爸爸 陈建州第一时间就过去探望 勾肩拍照是最基础的动作 陈建州做父亲的时候 王力宏都会去看他 和陈建州合照的时候 他的手距离陈建州更近 范伟奇在小巨蛋举办了一次音乐会 王力宏也来了 两人牵着手亲密的互相扶掌 范伟奇站在一旁 以赴他才是第三者的样子 范伟奇来的时候 陈建州抱着王力宏 因为范伟奇不在 所以两人的关系变得很好 两人去堂之中的婚礼上 抱着对方拍新闻 关于陈建州和范伟奇 行婚的传言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据说是在康熙驾到节目中 范伟奇和陈建州一起参加节目 没想到一开播 范伟奇和陈建州行婚 黑人同性恋等谣言 就登上了新浪的热搜 蔡康永一开始还想着问小S 陈建州是不是同性恋 但小S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陈建州也行 陈建州平时话多 但你听这话就不好意思 老老实实说 自己可能有点魅力 随后蔡康永告诉小S 和陈建州在同性恋 拳子里很火 陈建州一脸的得意和享受 从始至终 陈建州都没有明确表示 自己的吸引力 还有一条消息说 蔡康永在直播的时候 问了一个问题 说陈建州在大陆玩得很厉害 陈建州回答自己是认真的 蔡康永话风一转 意思很明显 与此同时 陈建州也在和其他男生 温柔地拥抱着 被称为蛇吻狂 在公众面前都会亲吻 男生甚至会舔自己的嘴唇和舌头 有人曾经爆出 陈柏林和陈建州的亲吻照 陈柏林满面羞涩 满双目紧闭 一副赴汤蹈火的样子 陈建州则是一脸的陶醉 也有一些人说 这种亲者的方式 都是嘴巴紧紧贴在一起 如果两个人下唇 被两个人夹在一起 那么两个人就会说 不是直的 如果是 不是同性恋 就是双性恋者 而陈建州 除了与陈柏林亲吻之外 也曾经和罗志祥 潘伟博 吴彦祖 蔡康永等人亲热 网友们认为 男人亲热 难免会有性倾向不明的问题 蔡康永把范围齐和陈建州的新婚事件 推向了顶点 但陈建州却是一脸的激动 而在范围齐缺席的一击里 陈建州竟然强行亲了蔡康永一口 画面上全是打脸的节奏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遐想 就算是蔡康永也忍不住骂他胆子大 台语之前几个他楼的男星如罗志祥 王立宏几乎都是时间管理大师 现在这个传建州似乎更加不堪 老少嫌疑 昏心不济 末之所及 皆可骚扰之 可能这就是台语的基本常态 这是热闹非凡的娱乐圈 不久前的6月30日 王立宏和范围齐突然冲上热搜大榜 原来是一家台湾媒体再次爆出一个惊天大瓜 据称 两位天王级歌手之间 竟然有一段震撼人心的大尺度视频 而爆料者竟然是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李静磊 此外 事件还牵扯出另外两位人气巨星 徐若轩和陈建州 可谓是震撼全网 网友们纷纷表示震惊 这位面也太过分了吧 台湾媒体爆料了一段画面模糊的视频 旁边的标题写着 李静磊爆出王立宏 范围齐 陈建州 徐若轩自然 欢爱照片 平时这四人关系就十分亲密 他们经常一起私下聚会 因此这个消息信息量十分巨大 瞬间吸引了无数网友的注意 谁想想 6月28日 陈建州范围齐大表 共同声明 起诉大雅索赔1000万新台币 要求在社交平台刊登道歉公式 以恢复当事人名誉 竟然惹众怒 多受害一名艺人 掀起信签事件高潮 陈建州和范围齐发表共同声明 没多久 台湾女艺人郭媛媛 发文指控陈建州性骚扰自己两次 一次是被抱到腿上强心索吻 一次是在范围齐怀孕期间 带到家里性侵未遂 同时郭媛媛指出 之所以发文指控陈建州性侵 是不想让大雅孤立无援 然而对于郭媛媛的指控 范围齐发文回应 我丈夫是个政治的人 深圳不怕影子鞋 我爱我的丈夫 我会用全力守护我的家庭 同时针对郭媛媛文中指的两张床 范围齐表示 家里只有一张床 众所周知 此次驳回郭媛媛的指控 范围齐不愧是小S的好姐妹 都是顽强中肝的人 在外面有多拽 在家就有多怂 陈建州都被追成这样了 还要当个聋哑人 这是怕自己颜面近视 成为众人笑柄 然而范围齐力挺陈建州美多久 第三者说看女性 黑社会美媛之一的腰脚 发文指控陈建州 在我爱黑社会的节目录制期间 试图对自己进行性侵 好在没有得逞 而腰脚之所以 说出这件事和郭媛媛的初衷一样 声援大牙 此外 陈建州以往言行举止 黑历史也被扒了出来 除了在节目里 对大S说衣服失了更带劲外 被小S在康熙来了 节目里控诉 喜欢到自己家里洗澡 有一次洗完澡不穿衣服 直接全裸着走到S妈面前 吓得S妈指教 小S也看不下去 直言道 变态的劲又来了 另外也有网友爆料 陈建州是同性恋 曾和王力宏谈过 和范围齐指示情捆 没想到 王力宏前妻李经纬 控诉王力宏的长文中 曾引会指出王力宏与她 这个她很有可能就是陈建州 不顾考虑到陈建州 多次性侵女性的行为 这对的性取向应该是正常的 和王力宏之间的玩乐 多半是寻求刺激 另外 随着陈建州性侵事件的发酵 不少女艺人鼓起勇气 说出自己曾被性侵的经历 6月29日 即今天 Ella出席活动时自曝 曾在八九岁时 被爸爸的朋友的儿子侵犯过 玩电脑游戏时 大哥哥让我坐他腿上 他把手伸进我的裤子里 我觉得不对劲 尖叫着哭着跑出去 并且Ella透露 出道后在工作上 也遇到国性骚扰 也许当下他没有那个意思 但我很可能不舒服 处为老外 辛迟雷也自曝自己小时候 曾遭遇过情为猥亵 然后用了20多年时间 来治愈自己 本以为未成年人被性侵 多发生在国外 没想到国内也是屡心不鲜 加强未成年女孩的保护 迫在眉睫 话说回来 珍剑州范围棋 就是天赐良缘 天生一对 和小S徐亚军一样 一个运打 一个运来 多些范围棋 自我牺牲治安 没让珍剑州这种人 流入市场 被祸害其他小女孩 他最终认为您的儿童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